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唯一一党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希望被人爱的人首先要学会爱别人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润 大家好 陪伴扶持 相福到老 这才是结婚的重要意义 相亲爱 勇敢爱 我依然是你们红娘 文文 欢迎律师里边的阿姨们 阿姨们 你们好 一号女嘉宾 跟大家认识一下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高峰 一个人的生活是寂寞 两个人的生活才最好 欢迎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开朗 喜欢直来一直去 我叫潘小玉 自我介绍一下 三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李嘉 爱情不光有风花雪月 还要有柴米油盐 好的 认识一下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性格好能吃香 我是非常喜欢养生的刘佩杰 有请第五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刘平 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你 我今天能遇到你吗 我们五位女嘉宾 各个是满怀期待 充满信心的来到了我们爱的选择的现场 其实当我问起咱们的叔叔阿姨们 特别是阿姨们 你想找个啥样呢 你为啥没看好她 阿姨们都会说 我吧 就想找一个有演员的 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男嘉宾 应该说那精气神 那气质 挺带派 应该是位老嘉宾 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她 来 有请我们男嘉宾的老照片 就是文质彬彬的感觉 我发现这个老照片给我们的感觉 真的英气十足 你通过这个照片能不能感觉到 逼人的这种帅 丢面而来 而且还是这个当兵时期的照片吧 丁哥哥 对呀 挺好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了 来 邀请我们男嘉宾登场 最想找一个老伴 先牵着活日子 你们不眼熟吗 前段时间站台节目 我们叔叔是男主角 您来几趟了 第三次了 当兵的 真的是 刚才我看照片没看出来是他 而且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都说他是一位有大爱的人 这就是从里到外 一直是具有美的素质的这么一个人 往那一站 那就是个帅 第一种感觉 对 特别热情 叔叔 文文再给你支一招 女嘉宾特别喜欢当兵的人 女嘉宾呢 我来了 好 欢迎您 帅 帅 来吧 打军礼给我们 打军礼 看看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呢 19370号男嘉宾李富中 复兴人 61岁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归女方 大家好 我来自复兴 我叫李富中 今年60周岁 我的一生用一话来说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年轻时 学是为了理想 为了安定 中年时 学是为了补充空中的心灵 老年时 学者是一种异性 慢慢品味 自乐其中 第一批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就当兵了 当兵回来到地方美奖工作 完了以后又考的学 我可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生活中的我能文能武 当兵的经历造就了我百折不挠的品质 和增强有力的身体 现在我是每天晚上出去散步 酸杠了 单杠了 趁趁筋 断断的身体 回顾我的前半生 可谓是尝尽银生的酸甜苦辣 当过兵 进国起 下过海 挣过钱 拥有过 更实习过 等有机会 所以我愿意把我的故事 发现给我的那个他 我进到你家之后 我就觉得你家特别立着 而且特别有这个生活的气息 我看这红灯弄什么的 挂得特别喜庆 因为我这比过年过年 在眼花 自个儿一顾 不是跟红灯点刀 比神神的那个喜气吗 现在这个房子 都是我自己刮的 自己刷的 我看你这屋面积也挺大 这屋有多大 这屋七十多平米 不到八十 我在平安喜庇那边 还有一个三十 那是一层 这是四层 现在的我 依然是个乐观献上的人 美景美食都是我的最爱 但也注重养生运动 劳逸结合 悠闲地生活在 这个四地分明的小城 这样的我 你喜欢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谢谢大家